花莲市划道路宽敞比值 车多又快 但是路面却是扑面不停 坑坑巴巴 花莲市公所特别向原住民主委员会 争取到部落道路改善计划的经费补助 不过相关的配合款 还需要仰赖县政府帮忙 对此县员魏佳燕 特别到场现刊 他还表示会协助向县政府来争取经费 共同改善划道路的行车品质 花莲市划道路宽敞比值 但是路面却是凹凸不平 尤其一块块的填补 就像是拼布一样 让行车不顺畅 为此花莲市公所特别向原住民主委员会 争取到部落道路改善经费 要改善划道路的行车品质 那由于我们花莲市的划道路 它常年就是因为没有经过一个路面的整平 那经过很多管线单位的开挖 那可能他们有一些回田 回田之后的那个不实的情况造成下线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花莲市的划道路 它的路面状况是对那个 就是用路人是非常不友善的 我们希望一直希望说 找寻相关中央的补助款来 挹注改善这样一条道路 那目前我们经过我们初步的争取啊 原民会这边由于我们这边有两个极客部落跟极固部落 它算是一个联络的道路 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渴望申请到原住民的部落特色道路 经费来做挹注改善 会把整个路面将它的一些孔盖 我们协调管线单位来做下地 那我们下地之后路面来做一个 就是表面的五公分的刨铺 希望能够达到它整个一个路平的一个理想状态 花道路铺面改善经费1540万 其中有部分需要地方配合款来支应 对此县员魏家燕表示 会协助向县政府来争取经费 共同提升花道路的行车安全 我们现在站在这边的是花道路 那目前的配合款的那个方式 就是会跟县府在做协调 因为花道路已经长年的没有铺设过了 那也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花道路真的是像拼不一样 然后破损其实一直羞羞补补的 但是整条路的那个没有办法 一致性的完整的平整 那在这边有学生 有荣家的一些老伯伯 那可能会造成道路上的不平整 可能会造成他们的伤害 那也希望我们施工所跟县政府都来 一起齐心协力的来将这条路来铺设完成 花道路铺面改善工程 从府前路到中美路段 全长有1200公尺 势力的话明年度就可以发包动工 让美轮地区的民众交通安全更有保障 介组会幻市报道